狼牙榜二 第146集 顿时就见那阴魂好像积雪遇到了烧红的铁棍一般 纷纷地向两边消融了下去 在中间空出了一段空白 没有犹豫 武灵峰直接带头向前杀去 至于两边的阴魂也没有去管 因为有阴三娘和蓝山负责清理 同时中间的鬼视镜以下的人 在梅长苏的指挥下 有条不紊地帮助两边进行远程攻击 百里长的奈何桥 前半段走了将近一个时辰 而且死伤了不少人 但是后半段 因为有了阵型的帮助 众人用了半个时辰就走完了 当跨出奈何桥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因为桥上的阴魂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被拖住的话 再加上桥上那迷乱人心智的力量 最后没有人能够生还 不过刚刚因为穿过奈何桥 松了一口气的众人 在看到眼前的一切之后 全都呆住了 这这是哪啊 一个人吃惊地问道 好像是东城吧 另一个人不确定的道 可是成东里有什么时候 有山了呀 一个人问道 是啊 这里怎么哪来这么多山的 旁边的人也忍不住问道 而此时 梅长苏等人呢 也是吃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原本穿过奈何桥应该是成东 而成东这里原本的阴宅 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有的是草原和叠仗起伏的山巒 大山一座连着一座 连绵不绝 一直到天地的尽头 三娘 看来地府要变天了 久久回过神来的武陵峰 看着身边的殷三娘 意味深长地道 是啊 看来那个传说是真的 殷三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父亲 你们说的是什么呀 什么传说 一旁的武清城好奇地问道 同时听见两人的谈话的梅长苏和泥黄 也看了过来 就连这一路上 一直很安静的蓝梦 也眨着大眼睛 好奇地看了过来 看到几人好奇的眼神之后 武陵峰沉思了一下道 你们应该听说过 轮日中的王死成 才是真正的王死成吧 不等几人回答 武陵峰继续道 那种说法并不是什么空穴来风 据说很久以前 地府就变得残缺了 规则失衡 望穿河 奈河桥 三生石 望香台 还有轮回六道 这些都消失了 那些魂魄来到地府后 无法转生 要么漂泊到魂飞魄塞 要么转化为鬼羞 从此失去了转世轮回的机会 而且 原本地府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和任何一介都没有联系 但是现在的地府 却和天界接壤 地府之人可以进入天界 而天界之人也能进入到地府 这阴不阴阳不阳的 变得十分的混乱 地府中曾经有一首很古老的歌谣 奈河县三生险 望香台上看轮回 烈焰坟两界分 往死城中定乾坤 武陵峰意味深长道 而现在这奈河 也就是望穿河和奈河桥突然出现 城中阴兵的突变和城东这里的变化 这些无一不说明地府将要变天了 估计现在那十殿阎罗 肯定也会有所异动 仔细的品味着武陵峰刚才说的那首歌谣 梅长苏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从这首歌谣可以看出 地府将有大变 而这望死城会成为风云晦迹之地 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自己找赤焰均 那这么说 望死城这里会非常的混乱 武清城皱眉头问道 不光是望死城 就是整个地府都会变得非常的混乱 武清城淡淡的说了一句 随后又向远处看了看到 秦勇你去前方查看一下 有什么情况立即来报 是 秦勇答应一声 就转身朝远处的山巒飞去 看秦勇离开之后 武陵峰和旁边的阴三娘商量了一下 对于未知的成东 他们决定先恢复一下 好好修整 等所有人过来之后再一起探查 随后两人吩咐了下去 然后各自找地方盘膝坐下 开始恢复 毕竟刚才过奈何桥的时候 他们的消耗也不小了 现在过来了 却是面临完全变样的成东 还有那消失不见的书生 所以只有让自己保持巅峰的状态 才能应付这一切 另一边 梅长苏和尼皇也找了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两个人坐了下来 开始诉说各自的经历 之前因为后边有阴兵追赶 没有时间细说这些 现在已经暂时摆脱了阴兵 正好趁着恢复的时间 两人一速相思之苦 而远处一直偷偷观察着的 梅长苏两人的武清城 在看到两人一起离开后 神色一暗 说实话 他很想知道这两人的关系 虽然之前看到两人抱在一起 但是他的心中还存在着一丝侥幸 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最后只能微微叹息了一声 就盘膝坐下恢复了 而他旁边的蓝梦 在看到武清城的神色之后 眼中闪过了一丝狐疑 最后他看了看远处的梅长苏和尼皇 然后又看了看身边神色暗淡的武清城 这时他才恍然大悟 难怪他这一路感觉自己的清城姐姐 怎么有些奇怪呢 原来是吃醋了 随后他眼珠一转 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 然后偷偷摸摸的向梅长苏那里走去 他想要帮自己的清城姐姐查探情报 来到偏僻的地方之后 两人找了一块石头坐了下来 尼皇静静地依偎在梅长苏的肩膀上 抬头看着梅长苏的侧脸 尼皇柔声问道 林叔哥哥 当年你 突然 梅长苏伸手阻止了尼皇的话 随后 从脚下捡起一块碎石 抬手向身旁不远处的一块巨石后扔去 看着梅长苏的动作 尼皇坐了起来忍不住一笑 哎呀 只听一声痛呼 从巨石后传来 接着就见蓝梦一手捂着洁白的额头 一手指着梅长苏气脑的瞪着眼睛道 苏折 你干嘛用石头扔我 原来是蓝梦姑娘啊 梅长苏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的 我还以为是只兔子呢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是苏某的错 哼 你才是兔子呢 看着梅长苏的样子 蓝梦冷哼了一声 他知道梅长苏是故意的 但是他也不能说什么 毕竟呢 是他来偷听的 结果被人家发现了 现在留下来已经不合适 但是让他这么离开 他很不甘心 随后他眼珠一转 眼神忧愿的看着梅长苏道 苏折 那晚的事你可以不对我负责 但是你不能辜负了清诚姐姐 而且他已经有了 你和这位姐姐说完话 就过去陪陪他吧 千万别让清诚姐姐伤心 说完话 蓝梦转身就离开了 不过在转过身之后 他那副忧怨的表情 再也装不下去了 他一只手紧紧的捂住嘴巴 不让自己笑出来 同时呢 心里恶狠狠的道 我让你用石头扔我 我让你说我是兔子 我让你让清诚姐姐伤心 哼 本姑娘可是不好惹的 你呀 就慢慢解释吧 然后 飞快的就离开了 这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呢 扑斥一声 突然 旁边一声轻笑传来了 梅长苏扭头一看 发现霓皇啊 正一脸好笑的看着他 顿时 梅长苏回过神来了 刚才蓝梦说的那些话 是故意说给霓皇听的 不过霓皇是什么人呢 这些话不用猜就知道是假的 而且梅长苏是什么样的人 霓皇再清楚不过了 看着那离去的背影 梅长苏无奈的摇了摇头 对霓皇道 蓝梦蓝前辈的孙女 很善良 和飞流一样 很调皮 林叔哥哥 看来你和那个清晨姑娘的关系不错呀 霓皇看了一眼梅长苏 意为深长的岛 精彩内容 我们下集再见